3歲孩子深夜獨自推著行李去隔離 這是去年中共為鼓勵民眾配合隔離所做的宣傳報導 這個宣傳卻起了負面作用 1月26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引述美國知情外交人士消息報導說 一些外交官擔心Omicron變種會被中共醫療系統帶來壓力 並令中共政府迅速採取可能導致父母與孩子分離的措施因而申請離境 該報導引起國際社會普遍關注也招致中共強烈不滿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全球公認戰狼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宣稱 目前中國最安全撤離中國將增加感染風險美方決策令人廢解 中共表示嚴重關切和不滿 希望美方慎重考慮授權撤離問題 資深時評人士陳破空認為 美國使館人員申請撤離的做法 涉及人的尊嚴權益和自由 但中共根本不明白這些 美國知情外交官表示 諸華外交人員擔心 如果Omicron疫情以其他國家看到的情況激增 可能會導致中共採取更嚴格更不可預測的極端措施 因此部分外交官申請葵家屬離境 呂美時政評論員李燕銘告訴《大紀元》 中共官員宣稱難以理解 其原因在於中共黨文化的長期洗腦 已經令中共官員乃至很多中國民眾 失去了對是非善惡的正常認知 而且因自己在中共極權統治下 享受不了人權 而無法理解西方人 何以如此珍視自己的人權